展大哥 我们成亲可好 好 我们成亲 展大哥 我给你熬了些汤 你给你趁热喝了吧 谢谢 慢点 小琪 这次受伤 让你担惊受怕了 展大哥 我们成亲可好 好 我们成亲 请 苏兄 好些了吗 我很好 您呢 多谢 已无大碍 苏兄 展某 相娶小气为齐 还望熊掌应允 掌兄为父 这事啊 我准了 多谢苏兄 只怕他现在 召集成为展夫人吧 可能是因为这次受伤 让他担心害怕了 所以以后的困难 会越来越多 危险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来 小琪的心意呢 展某感激不尽 现在跟他成亲 也可以让他安心一些 对 哦 对了 我听小琪说 那一日 在林间 她和王爷 发现了制作虎符的地方 虎符 怎么出现在那儿啊 我倒是没见过 她还说那虎符 样子 不像是大宋的 怕不是 是辽国的兵符 很有可能是 四样军队的护缝 想必庞太师 是和叶绿崇光联手了 互相利用 引起两国战争 之后叶绿崇光 扳倒叶绿宏姬自己上位 庞太师 也可以趁机篡权 看来庞太师想要谋反的心 是昭然若揭了 不过那叶绿崇光 这次没得手 势必不会善罢甘休 我们一定得找到 反击的办法 我也不能在这儿待太久 我怕她起疑 在那叶绿崇光身边 有诸都不变 我又不想错过我妹妹的大事 不如这样吧 咱们商量商量 把这婚事办了 苏兄 我这体内的毒 放心 你体内的毒我已经帮你控制了 总之我有办法 你放心就是 万不可因为展某 而伤及自己 你怎么跟那包了黑一样啰嗦 但是你一定记住 千万不能运功 你的心脉经络 我已悉数打通 如若运功 毒气攻心 那就回天法术了 展某紧急 好好对我妹妹 好合对我妹妹 此生不负